華民國一百年國慶逆日的 辛亥百年華滄桑的第三節 補充一些資料 今天我們還會不會找到 何世禮將軍的一些 曾經他的工業 事業的一些痕跡 如果年長的朋友 小弟小時候都曾經去到太子那邊 去光顧台灣民生物產有限公司 今天還有一個民生公司的地方 還留在這裡 當時專門進入台灣貨品 現在台灣貨品可以買到全香港 你去預畫也能買到 真的很諷刺 曾經一份報紙進入《工商日報》 很著名的《工商日報》 也代表著何世禮將軍對中華民國本身的 一個認同的意志 就是說他不忍心看到 這個報紙將要遭受到一個歷史的轉變 他寧願堅持著這個立場 寧願停止他 結束了他 是的 在這裡說到何世禮將軍 就說到這裡為止 然後我們又說一些英文字 最近在政壇上很流行說一些英文字 去代表一些隊伍 B隊 A隊B隊 剛才我們聽的廣告時間的時候也聽到 什麼什麼黨B隊 如果我們回看歷史 日本人在中國也有B隊 對 其實這個人物就是 上次也有 這個禮拜之間也有聽眾提到 這個人物一定要說一說 其實適逢於我們現在香港的政局 我覺得 講這個人物 很能夠給我們今天借股資金 一個教訓 這個人物就是 我們之前也提過的 就是汪精衛 為什麼說汪精衛 因為這個曾經是… 現在的影片看到 民國四大美男之一 亦是革命的志士 是的 他太太陳碧君女士 亦是當時同盟會的重要人物 就是馬來西亞同盟會 但是如果看回照片 好像兩個人都有點差距 對,汪精衛出名美男 陳碧君就是…大家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大家看看 汪精衛這個反差 他在生命中出現的反差 不只是老公和老婆之間的上茅分別 亦都在汪精衛的前半生和後半生的分別 為什麼我們只說後半生呢 其實前半生大家都可以很熟悉的 就是他跟隨孫中山革命 然後他曾經行刺涉政王 亦都作過一首詩其中兩句很出名 引刀成一塊不乎少年頭 這一種氣概 甚至乎可以感動到當時 就是差點被刺殺了 那個攝政王 沒錯 後來當然歷史的演進很大的轉變 一個當年追隨革命如此堅實的人 不是今天 到後來為什麼出現這麼大的轉變 這就是跟他個人的一些 在歷史來說 就是他的權力欲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他當時來講 在1939年 他發表這個驗電 去主張跟日本講和的聲明 其實影響到他 他當時發表這個聲明的時候 他已經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裡面 已經做了一個很高的職位 當時來說是國民黨的副總裁 差不多是蔣忠正先生 蔣介石之下的一個頂瓜瓜領袖人物 但是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們之前也分析過 他個人的權力欲 他對日本人那種野心的看法 是有一個很大的模糊性 他始終覺得日本人是可以談 可以談 於是就令到他覺得 日本人是可以倚靠從義 也可以利用的 我們剛才說的 日本人是B隊 這個很明顯就是指汪精衛 沒錯 因為當時日本人 除了和汪精衛談和之外 他也是用不同的方式 這個就是陳碧君女士 我明白了 是他太太 這個很大的一個 陳碧君女士是一個世家 應該是馬來亞 橡膠大王的女兒 很有錢 當時也是相當支持孫中山的革命 在華僑之中 所以他們兩個 可以這樣說 就是革命的 一對革命的夫妻 但是後來 他所做的事 令人們很惋惜 我們說回汪精衛 所謂的B隊 汪精衛就是主張和日本說和 而日本人當時來說 除了和他說之外 都希望和重慶和蔣介石說和 但當時蔣介石 就不接受日本人的 談判條件 拒絕和他說和 我們之前也提過 日本人是透過德國大使 後來透過英國大使 和蔣介石 希望和和結束戰爭 當然 日本人提到的條件 蔣介石是覺得無法接受 但是 汪精衛 竟然 願意接受 為什麼呢 他是不是覺得和平 理性非暴力 就是最高的原則 於是日本人 最後給出的條件 什麼都好 總之和平理性非暴力 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看你怎麼看 他當時覺得 要結束戰爭 要和平 那時候 是不是不惜代價 就是換取和平呢 這個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問題 其實在抗戰完結之後 對於陳碧君的審訊的時候 陳碧君也曾經說了一句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評解一下 就是說 他認為汪精衛不是漢奸 也不是出賣中國 他的原因在哪裡呢 就是說 在這樣的戰爭當下 戰敗被佔領的區 沒有了就沒有了 他去這個 去和別人去談判 接收回這個淪陷區 令到這個 甚至乎是 在那個租界之內 廢除了一些租界 他認為是只有賺 是沒有虧的 所以他不認是漢奸 我不知道 今天不知道會不會說 我們談完之後 多了幾個 議席 對 所謂一人兩票 那些又不是 這樣的意思 只有是賺了 不是虧的 即是說 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 你不談就沒有了 但你談的時候 還有幾個可以讓你玩一下 但就不計較他 是甚麼形式的幾個 是吧 那就可以接受 其實是否跟歷史 好像很密切的關係呢 其實是有些驚人地相似 即是說 當我們去 原來我們發覺到歷史 很多時候 我們在書本上讀的東西 就是非黑即白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在那個歷史的過程 發展如此回慢 如此含糊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的位置 是很容易迷失的 即是譬如說 哪怕 汪精衛召繼 跟隨孫中山革命那麼久 他對於自己站在哪個位置 應該很清楚 其實提一些 在他未去 投向日本的方 一些事跡 就是說 他在孫中山死後 其實他跟蔣介石的那種 政治角力其實非常之強 雖然他說是副總裁 但其實 在他的心目中 其實他的背份 講起應該還要比蔣介石高一點 而且他的資歷 和在國民黨裡面的基礎 是比蔣介石強的 是的 沒錯 甚至乎到918之後 到1932年128的時候 其實當時 汪精衛是毫不含糊 主張一定要出動軍隊去抵抗日本人 是的 甚至乎就是 面對這些侵略的關頭 甚至乎面對著一個 對外就是 對日本人其實起初是很堅決 甚至乎對內 在1927年清黨的時候 他當時其實相對地比較主張容共 繼續孫中山的路線 但是蔣介石那些主張就是清黨 但是當時就是說 當他發覺到 國民黨的政權 快要因爲清黨這件事分裂的時候 他是突然一轉 然後他是很雷厲風行地清黨 就是清共 是的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在汪精衛的心目中 一直以來 其實他心裏那把尺 其實不算很含糊 我們沒有權力說 一出生就有漢奸的基因 是去到突然之間 就是在抗戰那一刻 其實當然是因爲什麼原因 就真的要留待大家 歷史慢慢考究 有人說是純粹因爲和蔣介石之間 亦都有人說 他可能真的好像陳碧君所說的 那一套的價值觀 認為就是失去了 沒有了 一定要爭取 又爭取 這樣才行 是的 如果看回他在抗戰的初期 他是主張抗日 但是他看到中國軍隊 在抗戰而言那種損失 和武器上的懸殊 於是他對於抗戰而言 就開始動搖了 後來他更加走向這個 用和平的名義 去跟日本人談 其實他是不是對日本有些 不像實際的幻想呢 如果看回他對於日本人的情懷 其實他是認同靠日本的力量 去令到中國走上一個 自由民主的一個景地 這種思想和這種價值觀 會不會令到他後來 接受了日本人的條件呢 其實你說的這件事 應該有些像當時 早年跟從孫中山革命的時候 受到日本的支持 那種情況 但其實可以想像的 就是當時 相比來說更加多的人 他可能那個掃養 那個革命的掃養 未必有汪禎為孕 但是對於歷史的大是大非 毫不含糊 其實可以數幾個人物 到抗日關頭的時候 曾經有幾個和蔣介石 鬥得很厲害的人 在軍閥時代 北閥時代 可以數到的 段祺瑞那班 曹坤 然後還有吳佩夫 甚至乎再數到馮玉祥、嚴石山 當時你查軍閥的列印象 一定會找到那些人 一到抗戰那一刻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毫不含糊 斷絕了和日本人的合作 段祺瑞在抗戰之前死了 但段祺瑞就是在918之後 日本人曾經想拉攏他 段祺瑞也拒絕 寧願南下 走回南方 曹坤也是 吳佩夫甚至乎 有可能是因為他拒絕和日本人合作 就被日本人搞定了 對 其實 吳佩夫當時 講了一句話 相傳他 講了一句話 很出名 日本人想企圖拉攏他 幫助日本去治理華北和東北 吳佩夫說 好 你日本人走完之後 我就幫你管 其實一句很簡單的說話 說明到這些軍閥 對於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 那種大事大飛 是毫不含糊 馮玉祥 嚴石山 甚至乎去到抗戰的關頭 亦都受蔣介石去指揮 一致抗日 相反就是 汪精衛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汪精衛 以他自己個人的經驗 對革命的擁護 以及他自己個人的資歷 基本上 是不應該犯這麽大的錯失 很明顯 日本人 就算是怎樣 跟汪精衛開出條件 在他那個日本人 對汪精衛提出的條件裡面 亦都是答應 這是討論撤軍 撤退在中國地方的日本軍隊的 這個項目上面 但是日本人要求汪精衛 承認毅滿州國 這個是不能夠接受的 如果我們看回歷史上的事實來講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他是漢奸呢 就是因為他最後承認毅滿州國的事實 很明顯毅滿州國是日本人 用軍事力量無理地侵佔中國的國土 好了 侵佔了之後 自己成立了一個政權 然後要中國人承認 這個就是我侵佔了你的了 我是合法地佔有的 這個在當時汪精衛的地位來講 其實是不能夠承認 亦都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我想起歷史上 我不知道這樣合不合當 如今我們沒有了2012的雙普選 其實會不會就是一個 好像發生毅滿州國的事件呢 然後撤軍的時間表也沒有 相比於今天 亦都是這個普選時間表也未必有 即是撤去委任制那個 是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說日本人跟你說 你來談吧 談又有得談 不談就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又去談 然後你又沒有什麼 然後你又沒有什麼 然後還要是人家隨便 最後給你一個斗鈴 那真的很類似 是的 最後汪精衛的斗鈴 就是多了幾個省給他管 是的 就是倫倫藍區 然後就是最後 什麼撤軍都沒有 當然不會讓你掛正式的 青天白滿地紅旗 後面加了幾個字 加了一個和平 反共 建國 黃色的一之三國旗 就決定一個這樣 就決定了他和正統是不同的 是的 而且好像很類似的就是 大家都是秘密談判的 都是不公開的 是的 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突然之間你看到他轉態 是的 這個就是 是不是歷史 要這樣吻合呢 我覺得他真的是日本人B隊 汪精衛是日本人B隊 這些真的是 其實大是大非問題上 其實是不可以 如果從歷史去看 是不可以模糊的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魏滿洲國是不能夠承認的 是不能夠讓他合法的 就是只要你是密室談判 然後只要你在你的談判條件裡面 沒有去要求日本人撤出這個中國 沒有去要求他不要再扶植魏滿洲國 但是而你繼續接受他的條件 繼續留在那裡的時候就是漢奸 沒錯 這個就是很客觀地去看 就是為什麼汪精衛是漢奸 老實說 日本人透過不同的渠道 都有跟重慶談的 就是蔣介石都有派人跟日本人談的 但是最後都談不出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重慶方面 蔣介石方面是絕不能夠接受 這個魏滿洲國的合法化 所以這個就可以證明得到 就是所謂 誰是漢奸 還有為什麼說是 汪精衛是漢奸 這個也都證明了 蔣介石當時去對這個抗日態度的堅決 其實也都得到很多當時不同派系的將領去支持 有很多人當年抗戰的情況 其實真的非常之凌亂 兵空戰危 表現也都有好有差 但是為什麼還有人真的願意去到最後一刻 尤其是高級將領後來回憶所說 就是我只是拿著一點 就是說蔣介石先生是真的堅決抗日 一直都很堅決地去抗日 是走這個所謂抗日建國的路線 沒錯 如果我們看回 作為政治人物 對於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則 是不能夠絲毫退讓的 亦都不能夠有妥協的餘地 就是妥協只是一個手段 就不能夠在一個大原則之下去做妥協 因為你一妥協的話 你就放棄了你的原則 你就沒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定位 其實看回當時的汪毅政權 裡面也可以說是一個原則放棄者的一個集中 沒錯 一個俱樂部 還有什麼人物呢 譬如說周佛凱 這個人物也是十分之重要 他是曾經參加過共產黨一大會議的其中一個人物 建黨委業應該有他 有 建黨委業有他 還有陳公博 陳公博 陳公博是一個經濟學的碩士 後來他在美國就完成了四分之一個博士 因為他那個修讀的課程部分就修讀完 但就沒有寫過論文 即可能原本是預寫四年 一年就走了 是的 都是知識分子 我們要看周佛凱 為什麼說周佛凱呢 因為周佛凱後來在汪精衛政權裡面 他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同樣地在汪精衛死後 他又暗暗地和大粒眉來眼去 又聯繫 即是很彷彿 看到汪精衛政權不太行 汪毅政權不太行 就趕快補飛 在重慶補位 希望將來不要受到迫害 而好像歷史告訴我們 就是後來周佛凱是以戰犯 被捕 但是呢 就是受到蔣介石的卸臉 那這個是不是 他和大粒之間 即周佛凱和大粒之間 這個關係 影響到他後來的待遇呢 我們說這一點 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是有理想的革命者 左搖右擺 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的利益 而去放棄自己的原則 這個是不恰當的 對 其實很看到一件事 就是我出來去組黨 去爭取搞政治的話 就不可以只是在那裡計票 然後圈票 我如果取這個立場 我會有這麼多票 我取這個立場 就不可以這樣 應該是有一個一貫的政治理念 一個論述 去貫徹始終 才是正確的方法 就是你在這個位置上做了這麼長時間 但是你所爭取的理想 竟然沒有絲毫的寸進 然後到最後 你竟然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的考量 而去在大原則上 進行一些妥協 這個就是很令人感到失望 對 你看回陳公博周佛海 曾經是這個受新文化運動的分圖 接受共產主義 參加這個共產黨的一帶 如果當時來說 應該是一個非常進步 非常有理想的知識分子 對 最後去參與的汪毅政權 打著的是反共 救國 放公 即是完全是 將他前半生的事情全部推翻 對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唯一可以解釋的是 他自己是放棄了自己的理想 看的是什麼呢 看的是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這是大粒來的 這是大粒來的 和周佛海 是有聯繫的 一個國民黨 當時軍統局的人物 我們又說回周佛海 當時來講 他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去放棄自己的原則 這是一個十分之不要得的 既然你是加入共產黨 然後你放棄了 然後你在抗日時候 你又投向這個汪毅政權 其實當時周佛海不是一個小官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官員 他當時在投入汪毅政權之前 他在國民黨裡面做宣傳部長 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好了 周佛海後來 周佛海加入了汪毅政權裡面 又和陳公博 兩個爭奪地盤 這是一個十分之令人可笑的情況 這是周佛海 官仔骨骨 對 當時在汪毅政權之下 他叫做私私派 他和陳公博爭 他和陳公博爭 包括當時的海軍部長 警政部長 這些是重要的職位 革命之士 到後來 竟然是模糊了自己的角色 然後就走向這個 如果我們用內地的術語 就是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放棄了自己國家的利益 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 或者我有問一個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從汪毅政權 後來的一個評價 到底他在這個淪陷區 真的有沒有見樹 以及他這個結局 可不可以幫我們看到 今天有沒有啟示 如果說淪陷區的見樹 我們只能夠看到 周佛海在這個 四五年光復之後 曾經組織過一個小隊 去維持上海的完整 能夠和平地交回 完整地交回國民政府 但是這個 不可以說他的貢獻 只是說他在政治上 去謀求自己脫身的一些舉動 即當時他做了一些事情 幫忙維持了治安 有一個彩頭給國民黨 其實很明顯看到自己 之後能不能繼續生存 很直接有利 其實有一個說法就是 汪毅政權的存在 令到淪陷區的治安相對穩定 譬如華蓮、江澤民都有書讀 你會覺得這是否貢獻呢? 如果這樣說貢獻的話 即是做人走狗的 做少許應該做的事 這樣就有貢獻了 這個其實就未必可以成立 其實如果看回 今天你放棄了自己的原則 然後就說 我已經在選舉裡面 已經在民主的大度上 爭取了多幾個議席 這樣 這個 難道又可以講一下貢獻呢? 即是說他連 譬如說用今天的眼睛 即是看今天的局面 就是有人可以放棄了 完全民主本身最基礎的定義 然後只是爭取一個 一個假的遊戲 一個選舉遊戲 然後就談不上任何貢獻 這個不可能是 不可以講一下貢獻 即是一人兩票 第二票不是貢獻 即是很明顯 當然不是 因為如果看回 他的本質是功能團體 只不過是他的範圍大了 而且就是說那些人產生的機制 根本就是不民主的機制 不是合乎民主 今天定義的機制 他產生的方式 是跟他支持這個黨的理念 不是符合的 即是你支持這個政改方案的黨 就是希望是一個普選 但這個不是普選 不是一個直選 這是一個功能團體的選舉 所以基本上 本質也不一樣 其實就是 如果我這樣打個比喻 就是說 如果我為了 只可以有投票 多了投一下票的動作 而放棄了民主原則 其實就等於說 為了淪陷區的小小的治安 就放棄了我們的領土 放棄了民族尊嚴一模一樣 很相比例 可以做一個比喻 所以從歷史去看 其實爭取民主也好 或者爭取國家富強的理念 一開始的時候你是具備的 但是去到落實 還有去到最後 你能不能夠堅持 在利益下 你能不能夠堅持自己的原則 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其實再一次體現 這些歷史上的大是大非 真的發生在我們當下的時候 往往是很含糊很迴慢 真是讀少些歷史都會行叉搭錯 沒錯 而且如果歷史另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說當他普及到 每個人都是了解歷史的話 就會知道當政者 或者提倡這些做法的人 他究竟是不是模糊概念 或者是把這些概念扭曲 又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掩飾 他自己要得到權位的一些手段 提到蘇翁山先生所說的三民主義裡面 其實提高國民的意識 這點是很重要的 沒錯 而提高國民的意識 很大程度上是 從認識國家歷史這一點出發的 沒錯 這次藉著汪精偉的故事 很能讓我們思考到今天這個形勢 是的 今天這個政局 我們看到歷史 也看到現在的發展 究竟誰是誰非 希望社會有一個很好的反思 當然支持政改方案的一些黨派 其實他們都應該好好反思 就是他們今天所做的 對於民主的發展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好處呢 我們從歷史可以看到 究竟它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沒錯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很感謝陳博士 今天來到我們這裡 去分享他的看法 下一次會不會再來 下個星期呢 希望有完 希望有完 應該接下來謝先生會回來陪大家 應該會 大家有多幾個女友記 可以聊聊 好吧 好 再見 多謝各位